五岁两女副旅长和江中是已经被收押 因为她被视为是洪仲秋之死的罪魁祸首 洪仲秋的同梯刘先生也挺身而出 他指控从连长辅导长到军医院 以及禁闭式亲民的士官 环环相扣全部都是共犯 来听她的最新说法 哈喽主播各位观众 洪仲秋的同袍刘选阳 在昨天上完节目之后立刻是接到了军方的约谈 在今天早上她是来到了台北 北部的军事法庭的侦察庭来接受讯问 她是以证人的身份来出庭 我们先来听一段她的说法 昨天晚上才收到 才收到这个消息 是我爸爸接到电话 那时候我在录年代我也还不知道 那年代节目的主持人还问我说 有没有收到关切 我那时候还说没有 那结果录完节目回去 就收到我爸 我爸就打电话了 就说有收到说要来这里 就是军警要问我一些事情 那她上面是有就是要我来这边 说明一下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你以为他们有大概跟你讲说希望来这边说 我没有接到电话 我没有接到他们打来的电话这样 是不是有关于医院你说那个 他们说谎的部分 呃我真的不晓得 因为他们没有跟我直接的通话电话 我只是一回家就拿到那张单子 对所以就今天过来报道 对 是不是很担心 呃说不担心 应该是骗人的 但是跟律师讨论过之后 就是他们可能只是问一下话而已 所以那我就进去 我会把我知道的东西 我在节目上讲过的东西 我所说的实话再跟他们讲一次 就这样而已 那么她强调今天会将所有军方的谎言 给一一的来戳破 但是今天同样也是来出庭的是 这个医官吕梦颖 她是今天是以被告的身份来出庭 那么刘选阳说呢 今天他也是替这个医官来喊冤 希望大家不要把焦点放在医官身上 不过今天刘选阳的证词是非常的关键 这关乎到市官长范左线以及陈以仁 还有269旅的陈一勋 到底会不会收押 今天就看刘选阳要怎么说了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主播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主播